这一期优风要画重点了 那就是刚到日本 我们大家要如何来省钱 优风刚到日本的时候 因为人生地不熟 除了语言上的交流困难外 还有生活开销上的压力 后来从朋友那里 以及自己摸索出来了一些 在日本省钱的技巧 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因为罗列的几个方法比较乱 优风简单地归纳了一下 分为一、十、柱以及其他 首先是一 在日本买衣服的时候 比较便宜一点的店铺就是优衣库了 日语翻译是unikuro 虽然不清楚国内是什么价位 但这个是优风在日本知道的 最便宜的一家了 像是一件夏季短袖 790日元就可以买到了 折合人民币不到50块 而且因为是连锁店 店铺在各个大站都很容易找到 刚到日本 而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小伙伴 可以了解一下 接下来是十 在日本最大的花销 优风觉得就是用在了吃饭上 平均一顿饭的价格 在人民币30块左右 但有没有再省钱一些的呢 答案是有的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的牛肉盖饭玉三家 分别是松屋 姬野家 以及石齐家 石齐家这个名字啊 还是优风在调查资料时才查到的 一直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这三个牛肉盖饭店铺 在日本也是连锁的比较多的餐饮店了 而且牛肉盖饭会非常便宜 最便宜的迷你牛肉盖饭 松屋只要330日元就可以吃到 而且在店铺吃的话 还有附赠的味噌汤 另外 虽然石齐家有着最便宜的290日元的盖饭 但是没有味噌汤 大家可以酌情选择 除此之外 如果喜欢吃面食的话 日高屋还可以买到390日元的拉面 另外最为便宜的 今天是麦当劳 麦当劳可以买到两款 售价仅为100日元的汉堡 但是这两款汉堡 在店铺的菜品单上藏的比较深 不太容易被发现 没记错 应该是在菜品单的最下方有记载 不过只是文字 并没有配图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牛方当初刚来日本时 生活比较拮据 这样的汉堡 一次性买好几个 然后放到冰箱 午饭时吃两个就可以 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还有一个 是可以在晚上6到8点左右 去大型超市 最便宜可以以半价的价格 买到便当 以及面包等食物 因为日本比较在意保质期 小米Kegan这个问题 所以会在闭店前很久 就进行打折处理 而当天没有卖完的便当 也都会统一进行销毁 接下来是住 首先是居家用品 家具等 刚来日本的朋友 可能会住在语言学校提供的宿舍中 这里一般会提供 基本生活家具以及网络 没特殊情况 一般不用担心在这方面的开销 其实优风也建议大家住在语言学校的宿舍 除了能省下家具和网络的钱以外 还可以省下租房时所需要支付的高额投金 而且你一旦考上大学后 就要考虑搬家的问题 有可能才租到的房子 还没有住多久就又要搬出去了 如果你已经成功地考走 准备找房子的话 可以找找有没有能跟你合租的朋友 两个人住的话 房子会非常便宜 不过要看对方跟自己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不然还是一个人住比较好 这种时候的家具可以考虑找前辈拿 有很多要毕业的前辈 房子中的家具大多都会免费送给后辈 因为在日本扔家具是要收费的 尤其是像冰箱洗衣机这种大型家具 所以前辈们与其扔掉 会更乐意送给后辈们 像是优风家的冰箱洗衣机以及桌子等 都是之前毕业时朋友送的 大多都是八成心 另外如果你想在日本买家具用品 或者家具的话 可以考虑NITOLI这家店铺 这里贩卖的居家用品的性价比都非常高 当然最便宜的应该就是百元店了 百元shop 有点类似国内的两元店 买刹刹两块 开刹刹两块 老板带小医子跑了 店铺要拆了 虽然这里的商品一个价格约为六块人民币 但是质量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除了店7万 只要你能想到的家具用品 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接下来是其他的杂乱分类 像是来日本后办理手机卡时 想省钱可以办理隔安3M卡 使用这种卡时 虽然无法享受到通信玉三家的优惠套餐 但同时也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套餐费用 像是softbank软银的费用 一般在一个月4000日元起 而使用隔安卡的话 一个月3GB流量只要970日元 不过不包含通话费用 如果在日本不需要频繁通话的话 还是蛮实惠的 国民健康保险 这个是留学生来日本后 基本都会选择支付的一个保险 而且无论是否是日本国际都可以办理 学生的话一个月差不多只要900日元 好处是当你在看病时 国民健康保险可以帮你报销掉70%的费用 哼 漫恶的资本主义 真香 减发的话可以考虑在每个大型车站附近 都会开设的QB House 算上消费税只要1080日元就可以便宜减发 那优风也是以前专门做过一期相关视频 在这里就不再多说 学生多次往返学校 使用电车的话一定要记得办理定期券 日语叫做take it 这个是在你交付一定费用后 在你所选择的区间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电车 而且一些学校会提供给学生折扣优惠 也可以省去一部分钱 再来是奖学金以及学费减免 奖学金的话语言学校就有提供 像是优风在语言学校一年办满出勤率 然后领取到了全勤奖 学费减免的话在大学都会有提供 只要你买到条件没特殊情况下的话 基本都可以申请到 最后一项的话是二手店铺 基本在这里很多东西都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 有的还可以跟卖家砍价 因为日本人都会非常小心的保管东西 所以即便是二手的依旧在七八成心 日本比较知名的二手店铺就是美如堪利了 优风也经常从上面购买东西 没事逛一逛总能给你惊喜 好的盘点了这么多省钱的技巧 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妨点个赞 然后收藏一下 分享出去的话 还可以让更多的朋友 get到这些技巧 当然如果你还知道什么 在日本省钱的方法的话 不妨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留言 分享给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与日本有关的有趣内容 不妨关注我的频道 另外像是微博 Instagram也在用 如果感谢你朋友不妨来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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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